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四十六节 四十七节 四十七节 四十八节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四十九节 四十九节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迟合五十节 五十一节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仆的主人要来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想一起来学习这一段圣经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是主耶稣要被定十字架之前 所说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教训 这个教训最主要的主题 是在讲末日的照片 末日的照片 最主要有两大方面 他说的两个是在世界的局势上 另外一种是在信仰的情况下 在世界的局势上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会越来越败坏 而且到处都会动荡不安 有战争 有饥荒 有地震 这都是灾难 从新人的角度来看 在末日之前有很多人会跌倒 而且会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有很多假仙子会起来 迷惑很多人 那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 那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 这些都是末日的照片 那这些照片 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 已经看见 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 末日的照片 让我们能够了解呢 他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要我们去猜 他什么时候会来 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 那日子 那时辰是没有人能够知道 因为在实际上 那个日子 那个时候 在那时辰 没人能够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 都不知道 所以主耶稣讲 末日照片的目的 不是要让我们去猜 他什么时候来 而是要我们 留意 当我们看到 照片出现的时候 就知道 主要来的日子 进来 那既然知道 主耶稣要来的日子 进来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 就应该懂得 警醒预备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的四十三节 四十四节里面 提到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家族如果知道 几更天 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容忍 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 的时候人只就来 为什么主耶稣不让我们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 因为他人家 要训练我们 怎么样去懂得预备 因为主耶稣 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 人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 既然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 是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 所以我们不管 在什么时候 就要警醒预备 所以末日的到来 对我们的信徒 是一个信仰的考验 要学会 怎么样在信仰上 警醒预备 那到底要怎么样 警醒预备呢 那到底要怎么样 预备呢 接下来主耶稣讲了 四个非常重要的比喻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圣经 那第一个比喻是 是三个比喻 第四个是在讲 按财干受责任的比喻 第四个是从三十一节 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一直到四十六节 这在讲棉娘跟山娘的比喻 这四个比喻都是在教导我们 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 要警醒预备 今天晚上我们先来谈谈 山仆与恶仆 首先我们把这个比喻的内容 稍微解释一下 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讲到 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主人 这个主人其实就是在讲 主耶稣本身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第五章 请看以福所书第五章 二十三节 以福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助 这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 也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主人 也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主人 教会的主宰 掌管者 因此这个家里面 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教会里面好像信徒最大 好像变成信徒是主人 其实也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决定事情到最后 信徒会议会议 所以有时候我们决定事情到最后 信徒会议会议 所以有的人 ha问 教会里面信徒是最大的 所以教会的主人就是信徒 其实这个不对 所以更常都不整理 那时经常说基督是教会的主人 是信徒 det九长 是在讲说工人,工人是信徒的仆人 是在讲这个 是对工人一种教训让他有这样的认识 不是在讲把信徒的地位抬高跟主义书平等 教会的主人永远是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权柄 这个仆人就是主人所派的 主人派他来管理这个家 那到底主人要派谁呢 应该说不是我们来选 应该说是主人来派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说选出来 我们认为说是主人派呢 因为我们有圣灵 透过圣灵同心合意祷告 这样选出来的我们叫做用圣灵来分派 主耶稣在当中掌权 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这个叫做主人所派的 那这个主人会离开啊 这个离开就表示主耶稣现在 祂在天上 祂猜圣灵来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灵就是宝会师 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 但是主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 回来这个家 然后祂还要施行审判 这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所看到 主人的作为 第二个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讲的家 到底是在指什么 这个家就是指着教会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 三章十五节 如果我单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 当怎样行 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家其实就指着教会说 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 为什么要讲家呢 因为家有一个爱的团契在里头 因为这个家有生命的传承 同时也告诉我们 这个家需要有人来管理照顾 如果没有人管理照顾 这个家可能会破碎 会支离破碎 所以主耶稣才说 主人要派仆人来管理这个家 那到底福人是谁呢 福人就指着我们啦 尤其是指着教会里面的工人 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九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九节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 同事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教会里面不管是谁 在教会当中都是做仆人 不是主人 因为主人永远是主耶稣 所以教会虽然有设立长老 执事或者负责人或传道 不管教会有怎么样的组织 但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永远都是仆人 所以仆人最主要就是 一同来服事神的意思 同时在这当中学习怎么样彼此来服事 因此在教会里面不要有阶级的分别 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同做仆人 那对这个主人来说仆人有两种 所以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比喻 一种叫做善仆 善仆就好的吧 良善的仆人 另外一种叫做恶仆就是不好的仆人 同样是主所分派的仆人 但是到最后可能有两种善恶 不同的仆人出现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所要教训我们的重点 那到底这个比喻 给我们有关善仆的教训是什么 我们看回来的马太福音 24章 马太福音24章 45节这里一开始就提到 这个善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一个就是要重心 第二个就是要有见识 忠心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个是心里面的动机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1 Corintios 4 第一节 4章第一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第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重心 神的家里面 要有管家 这个管家是主人 分派他来管理这个家的 虽然是管家 但是他仍然是仆人 那主人对这个仆人最大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要重心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因为一切所表现出来都是重心发出的 神不看人的外貌 来看人的内心 所以不管人做什么 他都必须由心发出 而神所看到的最后可能不是那个结果 而是最开始的那个点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心的人 旧约就是摩西 我们来看民宿记 明宿记十二章 第七节 请看民宿记十二章的第七节 十二章第七节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在这里神告诉神说 我的仆人摩西在他的全家里面 是尽忠的 当然所有的先知都是非常重心 但是其中摩西表现的最特殊 那新约时代就主耶稣最重心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先看西伯来书第三章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五节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 成人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新约时代主耶稣是相当重心的 新约时代主耶稣是相当重心的 因此之间是相当重心的 所谓中就是没有一点事情 没有一点自私 这包括所说的完全照神的吩咐 我们看到摩西在小玉神的律法 非常重视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讲神国的福音 也非常重视 他们都不敢增加什么 也不敢随便减少什么 更不敢更加什么 他们都完全全都传达神的信息 这叫做忠 不但是这样 他们所做的也没有一点点私信 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他所做的完全按照神的旨意 神要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有时候明明知道这样做下去 可能会受到很多的阻挡 很多的困难 很大的痛苦 但是还是要做 但是还是要做 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的 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做 这叫做忠 这叫做忠 另外一个就是 他所做的目的 完全是为了让神得重要 完全是为了让百姓得造救 他没有一点点为了自己什么样的目的 没有 所以有时候甚至牺牲自己都没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11章 请看西伯来书11章24节 11章24节 摩西因着性长大的 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子 25节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热 26节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赛事 摩西本来可以好好享受一番的 但是他不要 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不愿意享受最终的快乐 甚至于看 为基督受凌辱 就是为神受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还要宝贵 你说谁会这样想呢 没有人 很少人会这样想的 为主耶稣受凌辱 会比埃及的财物还要宝贵 这个怎么想也想不通 难怪很多人做不到的 为什么因为都先想到自己吗 可是摩西没有 他以神为第一 把神看作最重要 为了荣耀神 牺牲自己没有关系 这个叫做准 如果做事情都先想到自己 对我有害的我就不想做 这个叫不准 那我们看主耶稣也一样的 先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第九节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是富足的 却为你们成为贫穷 救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你看主耶稣也是一样的 主耶稣本来很富足的 可是为了救我们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成为最贫穷的 甚至到最后变成一个奴仆 为我们变成一个罪 为我们变成一个罪 谁肯愿意这样做 真的也很少 可是为了神 主耶稣肯这样做 为了拯救神的百姓 主耶稣肯这样做 sino要活着 祝福自己 没有关系 这就是重心 这就是重心 今天神对我们 所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在教会 做生工 不一定说一定要什么样的学位 什么样的才能 不一定 当然有最好 但是有时候没有也没关系 有 神所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种就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有见识 在这里的见识 他的重点不是在讲世上的学问 ser prudente no en cuanto a los conocimientos de este mundo 是他具有属灵的智慧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教会里面跟社会不太一样 因为社会里面强调是用人的智慧 或者学问来指教一些事情 这个在社会行得通 因为社会上讲究的 就是世界上的事情 可是拿到教会来就不通了 因为教会里面在讲的 不是在讲世界上的事 是在讲属灵的事情 那属灵的事情 用人的智慧就解释不通 属灵的事情 必须用属灵的智慧 才有办法讲清楚 这个属灵的智慧 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 那个仆人要有见识 这个仆人有见识 才有办法按十分量 那个粮食不是在指物质的粮食 那个粮食在讲 我们心灵 那个灵魂 里面生命的粮食 能够让我们灵性成长的 那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神要仆人除了忠心以外 就是要让他能够按十分量 让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粮可以吃 让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的成长 那这个就是主人对仆人的期待 所以如果一个仆人 只有忠心而没有见识 他没有办法做好 静止是忠心以后必须要再加上去的一个条件 因此我们说今天教会的工人 要常常学习圣经 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教会的工人都没有见识 请问你怎么按十分量 没有办法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常常读圣经 要常常常聚会 要常常聚会 要听神的话语 那从末日的角度来看 这个仆人按时分量最主要要分什么 我们提两个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从全体性来说 就是他一定要能够分辨时候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一节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第二节 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第三节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道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在这里主耶稣说 法利赛人很聪明 因为他们能够分辨天气 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分辨时候 什么叫做分辨时候 那就是没有办法判断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既然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就没有办法说该说的话 也没有办法传该传的警告 我们来参考耶稣 耶稣十四章 耶稣十四章十三节 我就说 主神啊 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 你们必不看见刀剑 也不遭遇饥荒 神要在这地方 是你们长久的平安 当以色列百姓 还没有被毒之前 当时有些神的仙人 就是神的先知 真的不会分辨时候 他们认为呢 还非常平安 而且他们认为 有长久的平安 所以他们安慰百姓 你们可以安心 不会看见刀剑的 也不会遭遇任何饥荒的 神要让你们在这个地方 是你们长久平安 这种话当然听起来很好 很舒服 但是问题是这种话 不能让人得到真正的造就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分辨时候 其实已经很危险了 应该要传警告 我们看到 他们并没有传任何的警告 结果让百姓 糊里糊涂就灭亡了 这个叫做没有见识 所以今天我们在末日的时候 所有的工人 从全体性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分辨 现在是什么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看出来 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请问 我们要传什么警告 我们要说什么话 可能会像圣经所说的 我们只是说平安啊平安啊 这样而已 即使那是不对的 那第二个从个别性来看 就是要牧养群 知道羊群的情况 知道羊群的情况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用智慧的言语 造就人的话 来牧养他们 那这个需要见识 需要有属灵的智慧 我们来看真言二十五章 真言二十五章 十一节 真言二十五章十一节 二十五章十一节 这年十五章二十三节 这年十五章二十三节 口善应对 自觉喜乐 化和其实 何等美好 这是在牧养上 一定要下的功夫 啊这个也叫做建设 不过在这里所说 何话何其实 这个用语不是说 我们很会惨灭人 或者很会奉承 不是这个意思 对 其实这个在讲说 第一个 就是我们真正了解 他的情况 能够真的知道 他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真的 我们能够对症下药 来帮助他 这个叫做化和其始 那再过来呢 就是我们讲的时候 能够讲得恰到好处 如果讲得太过了 那不好 讲得不够 当然抓不到养处 也没用 所以 化出去 要恰到好处 刚刚好 这个不容易 真的像金苹果放在银网 美上加美的 那当然这个需要学习 那更重要的 就是真的要处理有爱心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真的被圣灵充满 因为当圣灵充满 圣灵会只叫我们说该说的话 说得刚刚好 这个就叫做见识 能够有这样的具备 这样的品德 这样的特质 才有办法去牧养全粮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 所要我们做的 反过来 有一种叫做恶福 这个恶福当然就是 他一点也不是忠心 他不是坐在主的身上 是要坐在自己的身上 他也没有什么见识 为什么他不忠心 又没有见识呢 其实主耶稣 在这个比喻里面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个根本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回来 马太福音24章 四十八节 马太福音24章的四十八节 这说 倘若那恶福心灵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持 最主要就认为 主人才来得持 还不会来 因为他这样想 所以呢 问题就来了 主人既然还来得持 还不会来 所以我就可以放松 如果主人 时他还没有来 等到来 再说还来得及 既然主人还没有来 所以我做什么主人 你不知道 等到主人 等到主人来 我再慢慢骗一骗他 也许他也不知道 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因为这种心态会让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警醒 会让一个人不忠 而且没有见识 好 既然心态不对 问题就来了 还有两个 两个不好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会动手打同伴 这是在49节的上半句 在这里主耶稣没有解释为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 仔细的来想一想 归拿起来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行为受责备 行为受到责备 他自己的行为 受到别人的责备 我们来看加大太书第四章 加大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 加大太书四章二十九节 当时那案子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案子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一样 在圣经里面 只有那个血气的会逼迫属灵的 从来没有属灵的会逼受到血气的 那为什么属灵的会逼受到属灵的呢 因为血气的本身表现是不对的 因为 因为 那些人生的 在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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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看到了 他就会责备他或是劫灵他 所以 那些人生的 在属灵的 在属灵的 这些人生的 这些人生的 既然他已经属灵的 他就听不进去 所以 他就会动手打同伴 所以他就会动手打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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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绝对不会打他的 只会劝他或者责备他而已 第二个 第二个 因为心里面怀疑 因为他在属灵的 我们看 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三章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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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心里 如果怀着苦毒的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以自夸 也不可以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里说 有的人心里面 怀着苦毒的极度和纷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主要就是属血气 既然属血气 所看动的地面 所以教会变成他的舞台 做圣工变成他的表现 在这种心态底下 所以他不愿意看到 我别人比他好 他总认为 别人比我好 就对我一种威胁 让我的权力受损 让我的名声受损 所以眼红 看到别人的子女 比我们好 就不太高兴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里面有基督 因为所看中的 是地面上的东西 所以造成动手 会打同伴 其实这个主耶稣 也曾经遭遇到 这样的对待 主耶稣到世界上来 没有受欢迎 不受欢迎 尤其是法律师 非常讨厌主耶稣 主耶稣曾经 指出原因来 第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不喜欢光 因为怕自己的行为 被受到责备 第二个 为什么他们会把主耶稣 送到十字架上 连比达多都知道 因为他们基督 所以属灵的常常会受到 属血气的逼迫 这是一定的 因为在这个家里面 有恶仆 第二个 他们的表现 就与醉酒的一同吃喝 这个是在四十九节的下半句 因为既然认为 主人还来得此 所以他就有一个 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心态 反正还早 先想想乐吃吃喝吧 会滥用主的恩典 把主的恩典 用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然后接下来 就是会贪爱世界的荣华富贵 信主信到目的 最后的目标 就是得到世界 就是这样 所以虽然在教会里面做圣工 但是他的最后的目标 却不是将来天上的福气 而是看中世界上的报 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就叫做恶仆 所以同样是主人所派的福人 很可能有的变成善的 有可能也会变成恶的 这两种福人的结局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种福人的结局 是完全不一样的 善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这个就指着将来可以承受神的产业 能够享受永生的福气 他恶仆主人要重重的处置他 要斩腰 把他的腰斩断 这个就是处罚很重 要定他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仆人 应该是善的 但是到最后变成恶的 这个就叫做假冒为善 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的仆人 但是里面神看起来却是恶仆 这种是神非常不喜欢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 彼得章老才告诉我们这样说 我们请看彼得前书 请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请行祷告 第八节 最要紧的是彼得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第九节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第十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 加十一节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彼得长老劝我们 既然知道万物的结局进了 我们就应该要谨慎 要好好预备自己 那怎么预备自己呢 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家里头 同一个家 porque estamos todos en una misma casa el amor cubre multitud de pecados eso no significa que el amor puede lavar los pecados sino significa que el amor evitará que comestamos los mismos pecados con el amor podemos conmover a los otros y podremos cambiarnos y cambiar a otros por lo tanto tenemos que tratarnos con hospitalidad es decir que tenemos que servirnos mutuamente tenemos que ponernos al servicio de los demás con el don que hemos recibido si tenemos don de predicar debemos hacerlo tenemos que servir a los demás con la gracia que recibimos de Dios el objetivo final es ser buenos encargados de la casa de Dios es decir un siervo fiel y prudente le pedimos a Dios que nos ayuda para que podamos obrar según esta parábola y que todos seamos buenos siervos de Dios y en un futuro podamos recibir la herencia cantemos 305 himno 305 gracias gracias